这是1945年9月27号 日本天皇御人在战败后 与驻日盟军总司令迈克阿瑟 首次会面时的照片 据迈克阿瑟的回忆录讲 昭和天皇在这次会面中 曾亲口承认自己对发动战争 负有全部罪责 自称愿意接受盟国的裁决 当然 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 人们在日本外务省2002年 10月17号公开的官方记录中 却找不到天皇认罪的这番言论 事到如今 两位当事人皆以作骨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两人当初的会面 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这背后又有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秘密交易呢 这一切的一切 都要从1945年 驻日盟军总司令迈克阿瑟 踏上日本的那一刻说起 1945年8月30日 迈克阿瑟乘坐他的巴丹号座机 抵达东京湾的后幕机场 开始了盟军对日本长达七年的战领 当时 随迈克阿瑟的美军只有四千多人 而此时的日军尚未完全解除武装 光在东京附近的关东平原 就集结有日本陆军22个师团 30万兵役 说迈克阿瑟是深入虎穴 并不夸张 但是若说迈克阿瑟心里十拿九稳 也言过其实 他深知日本人早就恨透了他 当他率领百万美军 利用跳岛战术 中国日本人一道又一道 用尸体铸成的堤坝 从遥远的墨尔本 一直打到东京时 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 像他那样 令日军如此闻风丧胆了 日本刚刚战败的时候 就是有一位中国劳工 他注意到这样的一幕 就是日本人看报纸的时候 会拿烟头 去当照片上一个人的脸 那么那是谁呢 就是盟军总司令迈克阿瑟 从他的政府到民间 都是仇视英美 以至于把英国跟美国叫做什么 叫做鬼畜英美 鬼子 畜生 这种的汉字出现了 然而 1945年的8月30日 当迈克阿瑟踏上日本土地的那一刻 他就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 在通往横滨的道路两侧 日军两个师团 三万名士兵 沿着15英里长的车行道 家道欢迎 他们通通背朝迈克阿瑟 全副武装 迈克阿瑟的副手 惠特尼心里不禁打出 此时如果有人转过身来 对迈克阿瑟放一剂冷枪 那是易如反掌的 但是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日本人的态度除了恭敬 还是恭敬 可以说这种礼仪呢 是只有天皇才能享受到的礼仪 为什么美军也能享受到呢 那么毫无疑问 就是因为遵守天皇的结束战争的这个命令 或者说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天皇在日本是神一样的存在 此时的迈克阿瑟虽然还不曾见过昭和天皇 但是他似乎已经敏锐地嗅到了天皇的气息 在这个小小的导播上 这个名叫玉仁的男人 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他的权威至高无上 国民对他的崇拜无以复加 因为他们深信统治者精心编制的谎言 天皇是最神圣的神 只要天皇阵壁一呼 所有的日本人都甘愿为他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只要他一声令下 再凶残的士兵也会放下手中的武器 一抹灵光闪过麦卡斯的倒海 历史上征服一个国家的例子很多 然而这种征服 往往成为下一次战争爆发之前的短暂平静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 就是一战后的德国 而他麦卡瑟要做的 则是彻底摧毁日本人的价值观 用崭新的美国人的理念 去改造日本人的头脑 以确保日本再也不会与美国为敌